我为什么会去北韩 这个跟我留日的背景有关系 我住在东京的时候 离我家不远就是有朝鲜大学 朝鲜的高中 过去我们对朝鲜的看法是 我兄弟弟 对不起 我们看不见到韩国 所以最重要是 在921大地震的时候 当时我引进五国界医疗团 来台湾震灾 在那个时候我在神户开会的时候 认识了一位北韩籍的医生 他就跟我讲 杨老师 你愿意不愿意 跟我到朝鲜去看一看 能不能支持我们朝鲜 在那个时候 听到朝鲜要怕死死掉了 这个是铁木 去的可能回不了家 所以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尤其在金正恩执政以后 2011年以后 他一连串的 比方说核四报 以及对他的孤障 对他的哥哥的 做枪的一些 所谓的政治上的一些手段 开始对朝鲜产生了一个兴趣 加上我是学东亚比较文化 所以在这里同时 也逐渐了解到朝鲜半岛 以及朝鲜半岛跟台湾的历史 有某一些是息息相关的一件事情 所以从这样开始 我想尽办法 包括我到大陆社科院 日本研究所访问的时候 我趁空档的时间 打电话到朝鲜的大使馆 朝鲜的经济代表处 然后甚至于跑到 北京的朝鲜大使馆 不得其门而入 后来 就将转武警 看到你就跟你 就给你这样比 你不能够过来 所以你根本就没有办法靠近 而打电话 用查号台查电话 有通是没有人接电话的 所以代表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打进去 所以在这个同时 我就想到 我在日本的老师 我在日本的同学跟那个医生 我就想尽办法再找我的救资料 打到神父的这位医生 结果他已经再见不在了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忽然结果想到 在朝鲜的大学 有个朝鲜总会 那我就自己打电话到朝鲜总会 电话一通 我用日文跟他讲 讲到最后说 你为什么要去朝鲜 你真的想去吗 我说如果可以的话 我三天就来 他吓一跳 电话挂掉以后 我三天就到了 就马上到东京 到了那个地方以后 他跟我讲 你必须先报备 第一个报备 我要进朝鲜总会的时候 首先要经过 日本的镇报警察的一个检查 然后没有问题 然后再通知领事馆的人 总会的人 总会的人在派一个人窗户打开来 看我的证件是不是已经有报备过了 然后再带我进去 就坐在一个大厅很漂亮的客厅里面 旁边就是一张 白头三 两位伟大人物站在那个地方 我坐了两二十分钟左右 北朝鲜的安全局长 以及事务局长 两个出来给我接待 在这种同时在讨论当中 他说有听过台湾人的提议交流 我们没有听过什么协助交流 很少有朝鲜会跟外国做这样的协助交流 你凭什么要去 我说台湾跟朝鲜有个共同的命运 就是被日本帝国统治 我们是五十年 你们是四十年 所以这么一计划 打动了朝鲜的安全室的这个局长 他说好 那我想看看 在这种同时 他说你回去等待消息 我一等等了半年 有一天下午 忽然间接到东京的一个电话来 他告诉我 讲个一个数字 大概七个字跟八个字 他说你拿这个数字 到北京某某地方 你去办手续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已经准理 去来朝鲜做协助的访问 所以因此这样的过程里面 真的不简单 当时我写了一封信给金正恩 你有写信给金正恩吗 写信哦 我写信给金正恩 拿到大陆的朝鲜大使馆 就不得其门而入 所以后来怎么办 我最后到朝鲜的时候 当要过机场 要过海关的时候 检查行李的时候 他打开来 看到写给金正恩的信 他那个长官很客气 带我到一个特别的房间里面 双手戴手套这样很客气 把这样信叫 哎呦这个什么事 你要写给我们的领导人 就非常尊敬这样子 就把这个信拿走了 是这样子 所以整个过程里面 我们一开始就跟朝鲜的最高协谱 就是金日成综合大学 那后来他们提升到 他们的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来跟我们做第一个交流 老师所以今天就是你去金日成大学 说到这一段 又经过四遍的艰难了 他知道我的诚意 也知道我的来意 然后他后来 准许我到朝鲜的社科院 用正式的邀请方式 在那边两个礼拜的正式访问 为什么会给我这个大礼 就是2017年的11月左右 我办了一个朝鲜战争与和平 这样的一个国际性的研讨会 在研讨会的前三天 因为川普发布了惶恐 所以当天外交部打电话给我 所有的朝鲜的计划 他们已经不能够来我国 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跟朝鲜做了个道歉 本来我们是六国加一 哪六国 朝鲜 南韩 日本 美国 中国 俄罗斯 加上中华民国 当时我的安排是两韩学者 在台湾已经11年没有相见欢 在台湾以学术的名利相见欢 那我办在台湾的东部部农部落一个地方 为什么到偏隐地区去办 因为为了保护这些人 那这一张是什么 啊 这一张 这个是这个号码叫零氏 当我坐上这个侵航机的时候 我怕要怕死 不知道咳死吗 让我控死 这个现在架掉飞机了 所以这个是侵航机 在平壤室 当我坐上这个飞机的时候 那时候我心里砰砰的跳 不知道咳死吗 不知道咳死吗 咳死我没背了 所以当我飞上去的时候 左看看右看看的同时 哇 朝鲜平壤这个地方 到处都是基地 也就是什么 全国基地化 人民金氏化 武装现代化 然后这个就是金正恩的一个现代的口号 所以我从这里看到了 平壤整个金氏的设施 让我吓得一跳 坐上这个轻房机 不简单 台湾人有坐过 应该是没有几个 应该你第一个吧 第一个不敢讲 只是说我认为 我坐这个04号 不是坐007 感觉说 哇 真的实在很幸运 只能够这样子讲 老师因为就我们 就是可能说在网路上的资讯 都会听到说 可能北韩有些像说 以前它的饥荒 然后大家都会印象中 它北韩的资讯是封闭的 那感觉很落后 可是我发现你提供的照片 像你这个就是去他的社科院 跟这个老师在拍照 感觉好像跟我们印象中的北韩 是不一样的 北韩的印象的资料 大概来自美帝 日本 美国 这一位是朝鲜大学的校长 他知道我来亲自来给我介绍他整个学校 那为什么大家的印象是这样 因为我们要读取朝鲜的资料 真的实在是困难 而基本上美国透过人造卫星 加上脱北者 以及日本的媒体的放送资料为比较多 而真正客观性的报道 缓了不多 因此造成了一个非常不公平的一个现象 一个偏差的报道 然后误把朝鲜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一个国家 今天我们在这里要非常的清楚讲 哪一个制度都有它的好与坏 现在的美国这一次的川普的事件 各位看一看 共产主义 民族主义 都有它的一个互相相克的一个问题 因为资本主义大过于杀害侵略 整个世界的同时才有社会主义的诞生 看看我们的国内 台湾的原住民就是天生的社会主义者 今天抓了一头山猪是大家吃 不会收自己吃 这个就是一个天生主义 人类诞生以来就是以社会主义为主体的社会 18世纪所展现出来的帝国主义 参查了资本主义的同时 是怎么样侵略杀戮 以及劳动的廉价资本 了解 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站在一个 比较宏观的角度 来做一些比较 这样才对朝鲜人民有比较正确 老师我发现你身上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以前我们在看韩剧的时候 爱的迫降里面就有 这个这是什么 这个是两个太阳的一个肖像 然后一般来讲 在这个已经算旧款式了 已经有旧新兴款式 然后这个第一这种东西 如果你在中国大陆的丹东 大概20块人民币 10块人民币就有了 还贵 但是你外国人你带这个的话 他会问你你为什么会有这个 一般来讲你要带这个东西 是必须要有单位送给你 而且单位送给你 送给外国人还要签一张表格 代表说这个不是随便给人家的 那带这个好处是什么 第一个你走在路上 他看来说你有别的这个 这就是自己的人 朝鲜他本身有观光客嘛 所以有一些外国人使馆 就会分辨出外人还是自己的人 最重要是再来 再来就是说对一个领袖的一个什么 缅怀一个尊敬一个象征而已啦 是所以我们到了朝鲜 去那么多次想用钱给他买 有时候警卫说 这不多少钱 不多少钱一百块美金给你买 不敢就是不敢 那你这个哪来的啊 这个当然也是他们颁奖的 我们说随便给人家偷偷 就是要颁奖给你才可以啦 是不是 这个是不是真是假 他们摸得出来 他摸得出来 这个假的真的摸得出来 所以当时我们在朝鲜的时候 在平涨的时候 他里面的社会讲说 这个真假摸得出来哦 就这样子 所以可以分辨的 不是在丹东买的 10块人民币的鸡肥 是真人真肥啦 所以我今天又带了一个国旗 这个国旗啊 还是Money in Taiwan的 我拿出来好不好 好 你俩开船吗 这个国旗啊 我买回来的时候 我才发现说 哎呦 这支鸡子就我们中华民国做的 这支鸡子你注意看 来 MIT 哎真的MIT 注意你看看 我们台湾跟朝鲜的连结 实在很多 所以两支鸡子就要多销 你看到怎么样 中线就没有这支鸡 所以他们的一切都用在军事工业 以及一般的所谓的民生工业上 一般的像这一种的东西 他们都仰赖中国大陆进口 但是这个是打民营台湾 不可能会从大陆进口的 所以台湾跟北朝鲜的贸易 自古以来到现在 在海上交易 以货换货 以物换物 这早就有了 所以在从台湾这么多的 东南亚的移工 最好用是哪一个国家 就是朝鲜的移工 打拼人分不够高 我们有朝鲜的移工 有有有 过去现在没有了 过去在我们宜蘭 包括高雄的沿洋遗传 用很多 用很多 现在已经没有了 现在已经没有了 这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你就宣布惶恐了 你在用这些北朝鲜的移工的话 这个美国会抗议的 所以我们政府不会做这种事情 所以包括我在 在俄罗斯 在俄罗斯 甚至于在莫斯科 都能够看到 朝鲜的移工 在那边盖房子 所以有些人都不知道 朝鲜为什么插油漆啊 这个马卡龙多丑多难看 其实错误了 各位 这近几天因为寒流来 那个泰鲁家里有没有爆掉 为什么 因为韩带的国家不能够贴泰鲜 磁砖 为什么 因为天然地动会爆炸 所以就插油漆嘛 所以要了解一个国家 了解一个国情 所以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所以因此 我们每一次到朝鲜的时候 我们台湾人有一个 回到家里我们问 欸姚姚 你去那里有去奉务 台湾人较欲也不愿意 较贵也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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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较贵也不愿意 不可能有 社会主义 絕对是保护你 如果说兩千平全的话 在朝鲜 真正是做到 两千平等 如果你很会生 生五个生六个 变国母 日本人通得台湾的 因为国力不够 說叫他一直生 以前說他媽媽的時代 兄弟那一世十五歲 像豬肉那一世 日本人就叫你一直生 糧食不足也叫你生 為什麼 要你的人力勞力 各位想一想 各位想一想 朝鮮半島就是這麼有趣 這麼特殊 其實你到朝鮮半島 你到北韓 你認為說 這個地方會不會隨時被抓去 會不會被砍頭 對啊 因為我們都聽說他會派那個特務間諜 來跟我們監督 好 當時出現一件事情 一個美國年輕人去撕人家的海報 其實美國人自以為大 以為美國是天下是他的 來到人家的國情 你不尊重人家 你撕掉幹嘛 就是說一樣 如果你過關 台灣的過去的戒嚴時期 你只要不碰政治 你晚上三更半夜啊 你要去那裡喝酒 吃飯 宵夜都有 所以你是想一想看 你看 今天我們來看俄羅斯的解體 南這個 越南 改革開放 柬埔塞 泰國 馬來西亞 多少的女人被賣到國外去 女人的悲哀啊 包括過去美軍駐台的同時 在打夜戰打韓政的同時 美軍可以選擇 你要到日本 到台灣 到新加坡 到香港 就是幹嘛 就是去吃喝飄 賭 所以社會主義裡面 對這一塊 對女性的保護 是非常的嚴謹的 而且他跟我講 在北韓沒有死刑啊 哎呦 沒有死刑 北韓沒有死刑 我要嚇死五千五人 我們再會死刑 但為什麼沒有死刑 他說 為什麼要給人判死刑 讓他勞動到死就好了 浪費人力資源 我想這個觀點也是錯 也是對的耶 沒有什麼不對耶 所以 他說 我們人朝鮮很少有死刑 幾乎看不到 犯了罪殺了人 就是怎麼樣 勞動 勞動再勞動 勞改再勞改 用你的有限的生命當中 來付出你的罪行 這個就是朝鮮的法律 嗯 老師那這一疊是什麼啊 這一疊 來來來 走過來 買到這些錢不簡單 這裡去黑市去換 你要胡鬥 怎麼說黑市去換 一般來講 各位 如果你到朝鮮 像我啦 到朝鮮 住在那個城市裡面 市區裡面 雖然帶個個別商 找我路走 你話講錯 陰不對 他就不賣給你 啊這錢呢 你不能夠帶出國的 跟我們過去以前 私負新台幣 是要判罪 完全是一樣的 啊這個錢拿出來 沒路用 做紀念而已 只有當紀念而已 這些錢 來這裡 怎麼樣 只有衛生紮一樣 沒路用 就是當紀念 但是要當紀念 你要找人去換給你 誰敢換給你 這是黑市的 所以 朝鮮也有黑市的 不是我們這裡才有黑市的 全世界有人類以前就有黑市了 老師那我疑問啊 他不能帶出來 你為什麼可以帶出來啊 這就是 我們台灣人聰明嘛 我們台灣人聰明啊 跟頭上的 對不對 放在褲子那裡 對不對 放在褲子那裡 把它拔起來 那紀朝鮮喔 過海關喔 非常客氣啦 非常有禮貌啦 不會隨便給你收身啦 他不會收身喔 不會 不會非常客氣 我跟你講 他那個客氣度啊 比我們的海關啊 還更客氣 真的不騙你 而且穿得非常的整形 真的 只要你不要帶那種電子 電子用品 他們就比較怕 其他不管你的 是 嗯 好我們今天感謝 楊孟哲良老師 帶我們認識北韓的文化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朋友們 可以在我們下面按讚留言 讓我們知道喔